我将来的梦想 我将来想要做一位电脑和游戏软体设计师 我想当一位电脑游戏软体设计师的决心是因为 小时候我总是喜欢坐在电脑桌上 看着哥哥一起玩电脑 以及电脑荧幕中的绚练板的画面 让我在我心中默默埋下一个种子 后来我得知有电脑游戏软体设计师这个行业之后 我就心难决定要从事这种行业 我觉得要从事这种行业 不只是要存知成绩上面的要求 另外还要有丰富的想象力 以及很好的美工 所以我进入自信之后 我就来到了铁树班学习 我以后会更加学习我的助歌方面 并且我会更加努力辅助 所以我希望我能让我心中买下的那个东西 能顺利发扬 所以我希望我能顺利赶上一位电脑游戏软设计师 我是美艺甲班29号小英姐 我今天要谈的是我的梦想 我以后想当个室内设计师 因为我喜欢画画 也想要让房子不会那么单调 让房子变得更有趣 所以我选择以后要当这项职业 去观察中招环境 思考如何让居家变得更有趣 让从设计的角度去观察中招 也可以让自己变得更进步 也可以多看一点设计方面的书 来增进自己对设计的知识 也可以让室内设计容易发挥创意 增加自己的信心 也让自己功能更更新英雄 谢谢大家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律师 大家都觉得律师这个工作就是薪资高 然后社会订阅也比较高 然后呢我会注意到这个职业 是因为我和我妈妈常常看美国里面 里面常常会有那个律师在辩护的情况 然后我觉得律师帮被告辩护的时候 那个情形很赚 然后呢律师的责任就是帮被告 不管他有没有罪还是 都要尽全力的帮他辩护 然后呢 虽然律师常常帮助 帮助坏人 不过会很帮助到不是一个人 我是觉得真的是一种很快的事实 为了达到这个梦想 为了达到这个梦想 我必须那个实际与实际的那个努力 加强我们的成绩 还有相关的生活做事 也会收集关于法律的书籍还有资料 然后也要那个练习和人沟通和进行 然后我的报告就差不多到处了